Hello 目前复习的是沃尔的201331 插入线上图片和纹绕图 插入线上图片和纹绕图 首先会复习的是插入线上图片 待会再复习纹绕图 使用在第5等别类似的情景 所谓基本概念题 实际上我常用的 好了解一下 看到一个含义 我来测试一下范例 一样是之前设计的 一个美乐小款DM 好 假设第一步骤 这边有点太挤了 因为在美乐小款上方 想要放个图片 该怎么做呢 在地方点它一下 然后呢在版面配置 再段落这个区块 看一下 监矩 监矩 这边有钱 然后 记得点选前的往上 或者是往下 此刻是适用的 是往上 好 点选它 那它就自动再往下 OK 好 大概是这样 OK 然后呢 这是第一步骤 在标题这边 版面配置 段落监矩 这边 设定完成之后 接着 切入主题 好 那记得滑鼠游标 那电线在最后一个 点它一下 好 Enter 记得 点下插入 刚才是版面配置 现在是插入 好 然后呢 看一下 美工图案 美工图案 在图里 上方一个美工图案 第一个是图片 第二个是美工图案 第三个是图案 第四个是smart 好 第二个美工图案 之前复习过 点它一下 右侧 呈现一个美工图案的 一个松续的方框 好 刚才复习过 好 看一下 草莓粉的图案 好 刚才大力复习 所以这边呈现 草莓粉 松续 好 记得用手动打上 或是复制贴上几个 好 之前点选 比如说 草莓粉 然后这个好了 OK 点它一下 然后这边 的画面呈现 假设这边先关闭 画面比较大 看一下 假设这个画面 呈现之后 想要进行一个 画面的美化为调 该怎么做呢 在上面的一个 图片工具 格式 好 这是相关公文页的意思 点它之后 呈现相关公文页的格式 然后呢 这边一个图片样式 按按钮 等它一下 好 之前依当时的情节点选 再设出这个好了 那画面往下跳 看一下 好 此刻呢 会往下跳的原因 是因为没有点选 自动换行 好 这边样式 设定完成之后 然后进行美化 先美化 然后再来 做一个自动换行 也就是所谓的纹绕图 所以第一步骤先美化 好 刚才是图片样式的框 那现在是 比如说要宽度 好 我细压出的 或者是反射的 假设就反射好了 点一下 好 那自行手动拉曲它 进行一个微调动作 好 假设是这样好了 OK 接着呢 第二个步骤 文绕图 也就是所谓的自动换行 这个是不同版本 会呈现不同的一个名称 但是它的功能是一样的 在此特别说明一下 自动换行的就是 纹绕图的意思 好 再加强概念一下 纹绕图 也就是自动换行的意思 OK 好 那 这边相关的格式 下面一个自动换行 点一下 这边一个文字在前 文字在后 那 首先点写的时候 看一下 文字在后 点一下 文字在后 代表的是 图片可以自行去 拉取它 好 假设是这样 好 在旁边 再把它拉大一点 好 看一下 文字在后 就代表图片在前 那这边有盖表 然后呢 再把它 按照原来路径自动化 刚才是文字在后 现在文字在前 好 这边就呈现一个透视的感觉 OK 拉大一点 看一下 然后仔细调整也都可以 然后这边 再调一下 OK 好 以上 是 插入线上图片 以及另外图 一个 应用的方法 很简单 但是呢 实际上会常用得到 好 撕卡一下 它的应用方法 那 假设觉得太单调 要加强一下背景 一样的方法 在这边 Enter键的地方 点它一下 然后呢 再插入 有个图案 再点选 这边 但是你看背景是 立地好 手动打上插 OK 收取 也就是有健康感觉 对 呈现那个健康的一个感觉 点这样 好 呈现这样画面 一样 自动换好 再 点它一下 好 它跳到上面去 我把画面拉小 拉小一下 然后往下拉 大概是这样 OK 自行用手动去调整它即可 再按照圆域路径 格式 自动化 这边 文字在前 好 这个透视的感觉 先是文字在后 然后再文字在前 好 直接去测试它 上这边拉一下 好 接着是美化 这边有一个所谓的调整 在相关功能力的图片工具 格式 这边有一个调整 双方一个校正 第一个是校正 第二个是色彩 第二个是色彩 最先去测试 美术效果 好 那假设我要按照这个原色 我就不需要调整 好 画面拉大拉小看一下 OK 好 再进去调整 即可 好 以上 大概会去完毕 看一下 把画面拉一下 是WORD2013 31 插入线上图片 以及文药图片 文药图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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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使用在类似PDM的情节 好 以上 大概会去完毕 OK 再去